上世纪,博一波想提拔一人,刘少奇却对此表示此人不能重用。 这人就是曾经位置副总理的老革命科庆师,连年长他9岁的毛主席都将其尊称为科老刘少奇却称,此人不能重用。 对于推动时局发展的重要历史人物,后世众说纷纭也是常识,科庆师的革命经历为何如此与众不同呢? 本期视频将带你回顾科庆师的传奇一生。 视频开始前,请粉丝朋友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下。 科家是安徽社县的地方旺族,宗祠族谱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的礼部尚书科颖, 祖上还有人做过曾国藩的幕僚和李鸿章的亲家。 1902年,科庆师就在这样一个市里三英之族中出生了。 在吴湖英租界的建文,使科庆师的父亲思想进步开放,十分重视教育。 1910年,作为一族支掌,科庆将族中祠堂改为新式学堂, 言请名师,广大良采,甚至打破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的腐朽传统和族规, 招收适灵女子入学。 就这样,科庆师在父亲的亲自教导和耳濡目染下,苦读不措, 在16岁时考入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本科。 1919年5月,如火如荼的五四热潮传入当时的灰州, 广大青年学子积极响应,组织起灰州救国诗人团游行, 讲演,发传单的一举,还一度登上申报。 从小接受先进思想教育的科庆师自然胸中有大抱负, 二话不说,加入了这个爱国组织, 但省立二师的校长却认为科庆师是侮辱迷途,勒领其退学。 1920年,18岁的科庆师在陶行之先生的帮助下到南京继续求学, 在南京上海外国语学社深造, 还加入了秘密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小组主张青年关心社会问题,关心政治问题, 于是科庆师深入社会,撰写和发表调查报告, 揭露人力车夫所遭受的贫苦与盘剥, 号召人民反抗不公平的社会制度。 期间,科庆师开始与陈独秀通信,二人关系密切, 科庆师写给陈独秀的信件更是被刊登在新青年上, 可见陈独秀对他十分赏识。 随后,陈独秀邀请他到上海, 也是在这时,科庆师经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开始参加早期革命, 还和陈独秀一起被逮捕过,可谓历经艰险。 1922年,共产国际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列宁亲自接见作为中国代表与会的科庆师, 说了许多鼓励的话,还同他握了手。 就这样,20岁的科庆师成为党内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 这也更加坚定了他对党的忠诚和决心, 在苏联继续学习了一年才回国, 而后正式转为了中共党员。 直至日军侵略前,科庆师先后在安庆、上海、苏联、 北平和延安从事党团工作,职务业水涨船高, 抗战爆发后,他已经在延安担任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虽然科庆师并没有上过战斗的第一线, 也不是领导小组的核心人物, 却在农运、学运等许多革命活动中都担任了重要角色, 是一个政治多面手。 尽管科庆师一直保持着革命热情, 但革命的道路是坎坷的,历史的洪流是迅猛的, 在战乱年代,科庆师的革命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不过科庆师的复杂经历到此还远远没有结束, 那么科庆师之后还会经历什么呢? 新中国成立后,科庆师数次得到毛主席表扬, 用实力说服众人。 博学多才的科庆师,文章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 甚至使得身经百战的周总理都难以自持, 差点取代周总理的位置。 这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要从1936年说起, 当时日军北上,侵略知识十分紧迫, 山海关被攻破,北平,天津淳亡齿寒。 刘少奇随即被党中央派往天津领导工作, 很快发现党组织遭到破坏, 人手大量短缺,成为棘手的难题。 因此,时任北方局组织部长的科庆师 马上向刘少奇提议, 可以让被反动派关押的党员假议自首, 配合敌人履行手续, 尽早出狱后接手干部工作。 这一建议经过中央批准, 成功营救出包括薄一波在内的52名党员, 壮大了组织力量, 缓解了党内危机, 科庆师功不可没。 但也正因如此, 刘少奇发现此人工作上存在一定冒进, 有能力但需要加以引导, 故而在薄一波想要提拔这位恩人士告诫, 科庆师工作能力还不是很足, 你要任用就要对后面负责。 当时是1948年建国前夕, 改组后形成了新的华北局, 薄一波出任第二书记, 但由于第一书记刘少奇工作重心在中央, 第三书记聂荣真主要带兵打仗, 薄一波就成为了实际的画石人。 科庆师在营救同志时的工作能力和斗争艺术 给薄一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此在干部短缺时, 首先想到科庆师希望提拔他进入华北局新任领导班子。 刘少奇给出的建议是, 考察干部要全面可见, 他对于科庆师已经有了长期的观察和判断, 认为他不具备进入华北局领导组的才能和品质。 而且早在三十年代, 刘少奇就与科庆师进行过谈话, 当时王明的促误指挥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 科庆师在处理问题时有着一些欠缺需要加以引导。 事实果然如同所料, 从1948年到1950年, 仅仅两年时间,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就联名发电, 称科庆师仍需要在一些方面进行历练。 或许是由于自力老、阅历广、地位高, 科庆师的一些做法别人根本不能理解, 对他产生一种脾气不好, 还得罪了不少人的印象。 但另一方面, 或许是由于长期从事岛屋工作, 科庆师的政治嗅觉格外敏锐, 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也赢得了毛主席的青睐。 建国初期, 各级领导岗位频繁变动。 以确保新生国家的各个部门持续调整和完善, 科庆师先后任南京市市长、市委书记、 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而科庆师在1649至1954年长期主持南京市委工作, 是当时在南京任期时间最长的市委书记, 可见做出的成绩不小。 1956年, 毛泽东发表了《论事大关系》, 科庆师仔细研读学习之后, 发表《调动一切力量》, 积极发挥上海工业的作用, 为加速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的报告。 这篇文章深刻领会了毛泽东所提出的 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思想, 成功获得了毛泽东的注意与认可, 亲自修改后将其发表在人民日报。 此年, 国内经济形势良好发展, 科庆师做了乘风破浪, 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长篇报告, 热情歌颂了上海在当时取得的优异成绩。 这篇报告深得毛泽东赏识, 在南宁会议上当众夸奖, 直接称56岁的科庆师为科老认为, 这个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 周总理与科庆师同日抵达南宁参加会议, 毛主席借此询问, 恩来同志, 你是总理, 你看, 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直言, 我写不出来。 面对科庆师的才华和毛主席的质问, 周总理甚至委婉地提出, 是否需要调整总理的任职, 此事导致许多人至今怀疑, 毛主席曾经有意让科庆师取代周恩来的总理地位。 科庆师不仅接替陈毅, 出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 还先后被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华东局第一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 科庆师的升迁, 代表着对他能力与才华的肯定, 更意味着他进入了中央领导层之列, 那么科庆师在新的岗位上, 能否继续他的辉煌革命篇章呢? 1965年, 科庆师因病逝世, 被葬入国家级墓地八宝山公墓。 这个有小中南海之域的安息之地, 是对我国共产主义革命英雄功绩的最佳认证, 也是其一生贡献, 获得广泛认可的体现。 但奇怪的是, 1988年, 科庆师的骨灰又被移出八宝山, 引发很多人对此猜测纷纷。 事情背后有何玄机? 1954年, 周恩来总理提出, 自己公务过于繁忙, 不是一再兼任外交部长陈毅老总回到党中央接替工作, 而他原本的上海第一书记职务由科庆师接任。 新官上任三把火, 科庆师亲自下级层, 到工厂里, 田园中体会工农疾苦, 为了多接触实际, 还将住处搬到了工人宿舍。 实际上, 当时的上海并不是如今大家所熟知的国内产值先锋, 总产值的增长反而低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 甚至长期采取维持紧缩的方针。 但在科庆师的带领下, 上海领导班子成功扭转上海工业的落后局面, 更是例行要把上海建设成为中国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 1956年4月,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提出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思想, 科庆师立即结合上海具体情况, 制定了对于上海工业充分利用, 合理发展的方针。 科庆师任职期间, 小到国内第一部照相机, 第一辆小汽车, 大到中国第一艘万吨轮船, 第一座万吨水压机, 都是上海生产建造出来的。 而在精神文明方面, 上海人民的生活也是欣欣向荣, 工人俱乐部, 少年宫, 电影院, 游乐场的建设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 不仅如此, 科庆师生活极其朴素, 即使身居高位, 也依然保持清廉, 欣喜百姓, 坚决抵制一切腐化作派。 他每天早起读报, 白天办公, 晚上批阅文件, 生活被工作安排得满满当当, 还利用空余时间, 用知识武装思想, 从不参加应酬, 可见是个实干型的干部。 科庆师在上海的整整十年间, 工作问题与个人做派问题无可指摘, 注重党内清廉教育, 以身作则, 要求党组织的干部对生活作风严格把控。 许多百姓都记得, 科庆师总是穿一身九中山装, 脚踩老不邪四处走访, 他德高望重, 严格滤己, 热情的工作态度, 让上海秩序安宁, 人心稳定。 1963年, 科庆师还树立了南京路上好八连, 将这一紧紧负责巡逻执勤的普通基层连队, 培养成为国内军队的典型。 巴连的世界, 还被改编为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 毛泽东观看后, 写下《巴连颂》, 好巴连, 天下传。 为什么? 意志间, 为人民, 几十年。 据腐蚀, 永不瞻, 进驻上海不满两年的那位一团二营巴连, 身居十里洋场, 却能拒绝腐蚀,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能说柯敬师从中没有起到模范作用。 除此之外, 他还提出全国一盘棋的构想, 不仅是毛主席, 连周总理也表示, 柯敬师是一个极富才干的人, 朱德也称其封工伪技术东南。 1965年, 由于柯敬师在党位上表现突出, 被调任中央副总理。 但其实早在一年前, 柯敬师就因工作延误治疗, 被诊断出肺癌晚期。 半年后, 柯敬师病逝, 享年63岁。 中共中央发出复告, 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 柯敬师同志永垂不朽。 的标题下, 沉痛宣告柯敬师同志失事。 而对他做出的评语是, 柯敬师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 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 邓小平的道词也对他做出高度评价。 当组织为其举办了盛大的送别仪式, 刘少奇亲自主持, 其他智丧委员会成员 也是当时的最高规格。 随后, 柯敬师的骨灰被葬入八宝山公墓。 1919年, 17岁的柯敬师离开故乡社县, 投身革命建设事业, 此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直到他逝世24年后, 他的骨灰才被家人遵照医院迁回家乡。 2023年, 上海青浦夫寿园立起柯敬师的雕像, 并举办了揭幕仪式和专题研讨会,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亲自以他为题进行讲话。 革命工作的开展是从稚嫩到成熟, 时代的发展是从落后到进步, 从大方向来说, 柯敬师是有力助推我国现当代化进程的人物。 对于柯敬师的革命故事, 各位粉丝朋友怎么看呢? 感谢您的观看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